主要是根據台北市的竊稻案件 住宅的竊稻案件 我們想知道三個問題的答案 分別就是歷年來的竊稻案件是增加還是減少 第二個問題是哪一區的竊稻案件是最多的 比例上是哪一個最高 第三個是哪一條路或街或道 它的數量是最多 給我前十名的資料 當然我會希望有一個報表 然後一個表格 除了一個表格之外 我希望繪製成圖形 視覺化的呈現方式 讓一般人能夠馬上知道 到底這個結果是如何 可以逆於了解最後的結果 所以上個禮拜部分的話 我們其實有利用 充電器幫我們產生入階道的公式 這個公式其實是上個禮拜最難的 這個部分基本上 它有幫我們產生了一個 入階道的一個公式 然後這個公式的部分的話 當然裡面主要也跟這個 之前用過的那個 刮鬍 擷取刮鬍中式 其實用的函數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主要就是fine 然後跟ifl 跟me 只是順序好像不太一樣 有沒有 就是說我們這個地方 一定也是先fine 然後再ifl 其實就是檢查一下有沒有找到 因為如果沒有找到的話 find這個函數 它會回傳一個錯誤訊息 就是givalue 表示說你裡面沒有我要找的這個字喔 那如果找 意思是說找不到 那如果找不到的話 那我要怎麼處理 那如果找不到的話 那當然我就找另外一個字 比如說我們找 我們之前的規則是這樣 我好像上禮拜講到 就是我們這個地方分析 發生地點 因為我主要是要找這個廈門街 或者是什麼 萬寧街之類的 那因為它的規則 大概可以找出一個固定的邏輯 就是說它的前面這個字喔 可能有三種 三種情況 第一種的話就是它地址裡面有0 第二種的話是有0 第三個是有 這個0在這裡 第三個是有區 反正不萬物就是這三種 那當然可能有第四種 那就是錯誤狀況 錯誤我們就先不管它 因為這個是它基本上 這個承判人員 它等於是誤辭的 所以我們暫時不管 假設我推估應該有三種可能性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 把這三個可能性 都 就是 通通都處理 所以基本上上禮拜我們第一個 但我是用跳一批來做 但如果你自己熟悉的話 你可以自己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我自己來 好了OK 我們要複習一下 OK 所以上禮拜最難的部分 那我先從這個開始 因為這邊有0這個字 所以我就游標放這邊之後 插入一個函數 函數部分的話 第一個還是用文字類裡面的φ函數 所以這邊的話 我用φ 那φ的話 當然它會問你說你要找什麼 我要找0這個字 所以你就在這邊輸入0這個字 然後讓它去找找看 那當然可能狀況是 就是true跟false嘛 不外乎就有0 不外乎就沒有 那當然我們 這一個f7裡面是有的 所以within的話呢 就是讓它去找f7裡面的 那它找到了 OK 你如果按確定的話 理論上是OK的 第11個字是0 那我就知道說 從第12個字開始 所以加1之後 就是我要的那三個字 有沒有 所以我再配合一個叫med函數 我就可以取得我要的這個字了 但是呢 如果你向上填滿 或者是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哇老師為什麼 這個很多地方都是請value 為什麼 因為呢 它沒有你要找的這個0這個字 有沒有 上面都沒有 所以如果f9函數呢 假如沒有你要找那個字的話 它就會出現錯誤 這個我前面講解釋過了 就是 它只是告訴你說 你不是要我找0這個字嗎 可是為什麼你給我的資料 裡面卻沒有0這個資料 所以 請value 請是錯誤嘛 value就是你給我的資料 所以 它其實就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訊息 讓你知道出錯了 那怎麼辦呢 我前面講過 如果呢 假如有出現 緊開頭的錯誤 你可以再把公式減下 配合一個叫什麼 if error 減下 插入第二個函數 利用邏輯裡面 有一個叫做if error 這個就是 如果發生錯誤要做什麼 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把公式貼上 讓它檢查一下 當然目前這個是不會有問題的 那它主要幫你處理就是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欸 所以喔 如果你找 白話意思應該 如果你幫我找0這個字呢 假如找不到的話 那你幫我換成找理這個字 那怎麼敘述 很簡單嘛 你就再貼一字比較好 然後把0這個字 再改成理不就好了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找不到0這個字 那你再幫我找理這個字看看 OK好按確定 好 那你會發現向上填滿有沒有 再向下填滿 欸 你會發現 欸 狀況好像好多了 為什麼 因為喔 他找了0之後 就會再去找理 那如果他有理這個字的話 那就不會出錯了 所以你會發現9有沒有 理論上這個應該理 這個字應該第9 所以萬寧接的話是第10個字開始去 取3個字有沒有 欸 那你說老師那還是有請錯誤怎麼辦 那再來的話呢 欸一樣道理 所以這張還蠻管用的喔 以後喔 如果你們要找的資料喔 不是固定位置 而且不止一個的話 那你就一直找下去就對了 所以第三個 欸你說老師 那除了0跟0還有區嘛 那我怎麼辦 方法一模一樣 就是呢 一樣再回到H7喔 記得喔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H7 因為只有F7裡面有0這個字 我特別找有0 如果沒有0這個字 那你就不用往下走 因為一定 剛開始就找不到 所以練習記得喔 從H7開始 OK 好 那再來最後的話 如果找不到 這個0也找不到裡 那我還要再找區怎麼辦 方法一樣喔 把這個公式不包含等號再減下來 然後再插入什麼 一個ifl 所以如果啦 反正你有三個就三次 如果四個就四次 一直在推 反正一直往下找就對了 那一樣喔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把公式再貼到value 那接下來呢 如果找不到的話呢 再去找區這個字 欸那敘述什麼敘述啊 跟各位講喔 底下不是說再貼上面 這上面貼不行啦 因為上面是找兩個東西 所以呢 你就把剛剛這個fine 前刮弧 有沒有 0啊 一直到什麼呢 F7後刮弧 記得選到後刮弧就複製一下 然後再貼過來 OK 這個貼的話 就跟剛剛貼在那個 有沒有 這個第一次 那次一樣的喔 記得就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區 OK 好 這樣就完成了 特別注意喔 這個要很小心喔 這個步驟雖然沒什麼 但是請特別注意啦 反正你就是記得有前刮弧 就一定要有後刮弧 然後前面不要等喔 不要貼錯 理論上應該OK 按確定 好 向上填滿 有沒有 再向下填滿 那理論上呢 應該下方都會是正確的 除非說呢 它本身的資料物質 它物質的部分喔 我跟各位講 你暫時不要管 因為那不是你的問題 那是承辦人員 輸入資料的時候有錯誤 我們暫時不管它 裡面也蠻多的 我發現它那個地址 裡面有一些 不應該出現的 像刮弧啦 或者什麼的 或者是它不是一個地址 它是一個什麼 好像底下有個什麼 六張捷運站 我想六張捷運站 你應該是給我地址 你怎麼給我個捷運站 啊底下應該是要把地址查回來才對 OK喔 所以那個就暫時不管 你說老師那我硬要改的話 可以你自己花時間改 只是我覺得不需要啦 因為我們只要針對 應該抽的資料 不管它應該出來的資料 也足夠參考啦 OK喔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已經知道 那個 我那條路的前一個字喔 所以再來的話就不需要喔 所以這個公式完成 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再加一個MID 其實就OK了 那所以上個禮拜好像就是 把這個問題丟去給Charge PD 它滿厲害的 所以你剛剛這個部分不會 其實也倒也沒有關係 只是說你要敘述 還記得吧 我記得好像我們有把這個問題 描述給Charge PD 請它幫我產生這個公式 它有幫我寫出來 那只是說問題來了 你也要會描述吧 如果你連描述的能力都沒有的話 那沒辦法了 你只能塗法列綱了 塗法列綱三千多比耶 這做到什麼時候才能做完 那做完就算了喔 可能明天又要再來一次 你從無止境的循環 要浪費時間 說真的啦 這一定要學會 說真的 因為你以後工作 有太多類似這種東西 如果你沒辦法解決的話 那真的你效率絕對不可能太好 接下來問題解決 還沒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知道前一個字 但是問題 如果都三個字倒也還好 我把它打勾好了 OK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從H2開始好了 不用再H7了 因為公式都完成了 再來你就把這個公式再減一下 再配合一個什麼 MID函數 MID在文字裡面的這個地方 MID OK 那這邊MID 然後我們把公式貼上 不不跟著一下 這個不是喔 這個是要地址 所以先給地址 所以你如果從H2 那第一個問題 他會問你說 你的地址在哪 有地址在這裡 所以你給他一個地址 第二個問題說 那請問一下你這個地址 你要從哪個字開始取那個資料 那我要從剛剛公式貼上的位置 就是零里區的位置 後面一個字 所以再把它加1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幾個字啊 理論上我看到是三個字 當然如果你輸入3 如果都三個字好解決 可是問題不是嘛 有的有3有的有4 所以這個就比較 這個問題就是上 這個最麻煩的 當然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假設我們是三個字的話 你把它向下填滿 其實理論上應該很快 就有一個比較接近正確的結果 只是說呢 最難的地方就是在這個數量 OK 那這個數量的話 我好像上個禮拜有時候來講一下 其實喔 這個數字有可能是3 有可能是4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是正確的 其實有個簡單的辦法 就是把這個字 這個字的話 應該7指的是這個區的位置 位置是7 那如果我只要知道接這個字 接應該是7、8、9、10有沒有 接在哪個位置 接是在第10個位置 有沒有 所以再把10 減掉7 結果就是3個字 有沒有 那如果我下一個只要知道什麼 知道接的位置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減去區的位置 那我就知道有幾個字的啊 OK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地址裡面 除了接之外喔 可能是也有可能是路 也有可能是道 有沒有 路接道 市民大道也是吧 然後 所以呢 它一樣有三種的邏輯 所以喔 我們一樣是三種邏輯 我們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乾脆把剛剛的這個公式 再貼一次 所以再貼一次 然後把它改一下 有沒有 它的條件本來是什麼 林里區對不對 你就把它改成叫路接道 所以貼之後的話呢 第一個喔 把這個改成路 然後這個改成街好了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找不到路 那你就繼續再幫我去找街 OK 然後呢 如果找不到街 那繼續再去找道 不過啦 這個邏輯裡面 可能會有一個bug 就是說如果 它裡面的地名就是什麼路 那應該沒有這種地名 這種 如果有那種什麼 它裡面又有街又有道 那當然就 就 不 OK啦 不過這個我們暫時先忽略 暫時如果沒有這種可能 好 那貼完之後你會發現它得到 得到 9 7 不不不 更正一下 這應該是6 因為我剛剛有加1啦 OK有沒有 所以剛剛 應該是6 我錯 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第六個字在這裡 所以是7 8 9 那沒錯 好 那問題來了 再來的話 我要減掉6嘛 所以再減掉 所以再貼一次就可以 因為我剛剛一樣是複製那個公式 那貼了第二次的話 就不需要怎麼樣 再去改了 好 那你會發現這就是3了 有沒有 OK 那你把按確定 這樣的話向下填滿 它的 所有的那個 長度就剛剛好 OK 不過做出來結果 哇 就這麼容易長 OK 這個是最難的啦 但我剛剛其實也沒有改太多東西 基本上第一個 我是先把那個 這個 零里區的位置找出來 然後再放進去 那總共我貼了一次 兩次 三次 那其中的話呢 第二次有沒有 這邊改成路接道 後面的話呢 基本上沒改 這樣就OK 請各位試一下 最後呢 我們要先取得路接道 再來的話呢 一樣會是什麼 會是一個叫 路接道的前十名好了 如果我希望知道呢 到底 這個 台北市呢 路接道是前十名 幫我排名一下 最高的 一直到第一名 第二 一直到第十名 幫我列表一下 那應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試著 把上個禮拜這部分 先完成 待會我們接下來看 樞紐分析表